我們看你理由 這兩題事實上是函數的極限 不是數列的極限 因為如果是數列的話 這些n的話都是要是長數 那n的話是1 2 3 4 5 通常是趨勁不穷大 不過函數的極限 跟數列極限有同樣的性質 它有同樣的四者應算的性質 那一看 當這n把我把它看了x 當n極限1的時候 這是0分之0 那0分之0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它的極限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要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說 這個等多少呢 m-1 n極限1 n-1 n-1 當n-1 m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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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知道我把我打什麼 把這個弄掉 就是說 我們看齁 這個就等於弄什麼呢 我上下乘一個什麼 乘一個根號n-1 m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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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所以 等四 這個就等於多少 0-1 m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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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把0帶進去 1加1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